军府规定招令细改 军长府臂章 冯乐又要拆 哇里嘞 军府规定又要改 阿兵哥哭哭 国防部前部长冯世宽 2017年3月1号下令 全军要将臂章 缝制在军长府上 提升荣誉感 现任国防部长延德发上任后 表示基于保防安全需要 规定恢复 延连的规定 把臂章拆除 军长府的臂章 从7月16日起 不再被挂 军府招令细改 遭难的就是基层阿兵哥 缝币章拆币章的口口 都要自己出位 军府风波不止这一出 原本冯世宽在任内决定 把三军官兵新款冬季军变幅夾克 改成类似美军过去 艾森豪夾克的短板合身设计 一件要价约3000元 焕发低波8万套 就要花近2亿新台币 但延得发接任后 决定定居使用 唉 真是饶命伤财呀 军事中心 帮我们两亿元哦 报导